比起開地鐵 從事接下來這項活動的女生 就更少了 她們是日本的女性相撲選手 提到相撲 許多人腦中想到的 可能是這樣 兩位男性歷史互相 角力 將對手推出圖表獲勝 不過相撲也可以是這樣 這項擁有千年傳統 被日本視為國粹 且專屬男性的運動 近年漸漸也有女性參與 二十一歲的金日和 就是一位女相撲選手 我們踏入圈圈 我們跌向其他人 然後我們必須保持在圈圈圈 如果你的腿或腿 觸碰到圈圈 你會失去 金日和六歲就開始練相撲 已練十多年 現在是立命館大學的選手 在相撲部 她跟其他女社員一樣 不會因為性別被特別看待 他們跟男生做一樣的訓練 也一起打 練其賽 不過像立命館這樣的學校並不多 因為傳統相撲文化 把女性視為不潔的象徵 禁止她入圖表 要接受女社員不容易 而大眾對女性練相撲 也有很多成見 人們會承諾人們 對女性練習的女性練習 我沒有看到 但其他批准是存在 人們都不相信 人們都不相信 所有女性練習都會胖 看我們 我們是小胖 但我們是雙手練習 甚至今 很多學校都不接受女性 進入雙手的雙手 我幸運到大學 我感到達成功 所以我感覺到 我身為責任 改變的 目前日本男女相撲選手的比例 大概是三百比一 不過慢慢有增加趨勢 主因是日本一直想讓相撲 成為奧運比賽 九零年代中期後 開始積極推廣女子相撲 雖然只能打業餘比賽 但對保守的日本社會來說 已是一大突破 公視新聞 帥鈴編譯